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在这一点上我听你的 但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你可得听我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个张道文肯定是 贩毒团伙的一份子 你不能再让他给你看病了 那会打错惊事啊 行不通 怎么就行不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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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怎么说的老骆 凡事要谨慎行事 怎么到你这儿就双向标准了 我都这样了 这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呢 拿去花言 要悄悄进行 越快越好 是 下机 靳阳再戒毒我有铁证 看来你已经心知肚明 我辩解也没用了 对不起 我应该选择信任你 但我的职责让我选择到怀疑 我反对你的行动 但我理解你 对我怀疑的动机 谢谢 您为靳阳所做的一切都合乎情理 因为您是一名父亲 但不合乎法理 因为您是一名警察 说实话老陆 我对你挺失望的 我对你一点都不失望 你今天来是摊牌还是 本来是想检举您 但又很不下青睐 毕竟您是我的师父 这是你检举我的材料 所以拉你一下吧 今天交给您 您自己看了办吧 你想让我怎么做 您无论怎么做 我都高兴不起来 我多希望这一切都是我搞错了 可这些证据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根本就说服不了我自己 你想让我自己看着办 干脆这样 我把这个材料交给局长 看他怎么了 师父 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现在就去 我已经让你失望过一回了 绝不让你失望第二回 材料详实 是政绩确凿 图文并茂 还有视频材料 夏捷还打算办成铁案呢 这丫头厉害呀 能打硬仗 以后啊一定要重点培养 老伙计啊 你得先顾着我呀 我自己挖了个坑 自己又掉进去了 你就在坑里歇着吧 你 我还是看看你们家路海吧 你瞧瞧 能在夏捷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人 也绝非等闲之辈呀 那天呢 陆海约齐山山见个面 想引游大鱼献身 没想到让夏捷给搅了局 你 怎么了 那一会儿 我放大以后再回答你 我一会儿 你一会儿 你认识这老头 何时认识 三十年前 就是他 用枪抵着我的脑门 当时你也在场啊 张建龙 你该不会认错吧 这毕竟时隔三十年了 三十年 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朝夕 某件 我不瞒你说 张建龙这张脸 隔三差五 就会在我梦里出现 挑衅了我三十年 提醒我三十年 更是让我失眠了三十年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更不会忘记 他这张脸 我相信你的判断 那能问你是 张建龙是碰巧路过呢 还是 来了 你看他姿势 他在干什么 偷拍 难道 一直是他在算计你们爷俩 十有八九 这些天 我把商场的监控录像查了个遍 一直没发现大鱼的线上 夏节这盘录像太给力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赖全部费功夫 老伙计 给我一宿时间 我正式给你看 好 喂 麻烦帮我查查那本书 名字叫致命元素 哪个出版社的都行 有的话我过去拿一下啊 师傅 有事吗 我正跟月老师打电话呢 打通了吗 打通了 怎么了 手机拿反了 我是怕你出尔反尔销毁证据 所以我就盯着你了 你盯着巨大的压力 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证据 我怎么舍得销毁呢 都在局长办公桌上放着呢 不信啊 你自己去看 你真举报自己了 千真万确 然后呢 然后 没然后了吧 没有然后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对了 我要好好谢谢你 多亏了你 让我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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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资料 谁送来的 官官瞎扑 最可气的是 老陆轻飘飘地进了局长办公室 又轻飘飘地走出来 跟没事人一样 还豁然开朗 作为犯下一个严重错误的老警察 怎么好意思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 说明他跟局长解释清楚了 解释什么清楚啊 那么多证据在那呢 他怎么解释啊 他要能解释清楚 他怎么不跟我解释啊 你又不是他上级跟你解释着吗 你 我今儿把话撂着 这个事我一定追查到底 我也把话给你撂着 你怀疑谁都行 就是不能怀疑我师父 这是底线 夏杰 我之前挺喜欢你的 真没想到你这么顽固不划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程建龙 我们又见面了 进来 陆队 陆队 您昨天送给我化验的病毒样本 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昨天 这不还有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 又是一个通宵 好的 好 辛苦你了 回去休息吧 是 拿着康复中心的皇子 看着研发毒品的勾当 简直丧心病狂 病毒 不在身外 震却不个人 不在于新鲜 张建龙和你还能狭路相逢呢 这只能说苍天有眼 张建龙肯定是为寻仇而来 你家金阳 我是说真正的金阳 显然被他瞄上了 成为了这场恩怨的第一个牺牲品 他寻的是丝绸 我求的是人间正义 局长你放心 我不会被他的丝绸而冲昏头脑 也不会为一记私利而罔顾大局 上一回算他运气 这一次我绝不能让他再成为漏网之鱼 我担心的是陆海呀 我会尽快把他抽离出来 毕竟始作用者是我和张建龙 这个故事的结局 也应该由我和张建龙来完成 金阳 你开门啊 听见没有 你再不开门我们采取相守措施了啊 听见没有 你听听 这肯定是砸电视了这个 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 有趣 你都把你惊动了 毒瘾犯了 在里面砸东西呢 你回去吧我能处理 让开 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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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开门 让那些妖魔鬼怪的都给我滚远点 这 这 咱们别看热闹 走走走走 看什么热闹 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 静阳 你把门打开 他们都已经走了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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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静阳 别说话 小大师 别说大师 回他回我们听见他知道吗 别说话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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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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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这是 现在婚人已经听不见了 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张德鲁 你说什么 张德鲁我想害你 对对对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他想着了 想着 我这么跟你说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比 我平平歇肚的时候 我还难受 我都快看不住了 我拿好太疼 我拿好太疼 我穿不过心来 对了 对了对了 我想说什么来着 我想说什么来着 你给我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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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能刷上一整天 每次我毒瘾发作的时候 他就给我吃药 就让我说 那一定是害我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药 你看 你看这是药 你看就是这个 你说这是药 这是药 这是头皮 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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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你听听 杉杉 我告诉你啊 我不想回答原来的呀 阿璐 你在短信里跟我说 已经真相大白了 是不是谜底已经揭开了 这就是张晏龙 我们所要抓的大鱼 大鱼怎么可能会是他呢 你见过他 什么叫见过呀 这是卫元物流公司门口 为看大门的 这老张吗 他比卫元看大门 这就对了 卫元齐珊珊 只不过是他手下的傀儡 替他打理生意 以合法经营之名 敢不法勾当 他不是给卫元看大门 而是替自己把守闻户 好 龙叔 你怎么不来了 快到里面来 你就不该到这儿来找我 对不起 紧急情况 这是给金阳服用的药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不是药 而是毒品 您不是希望金阳 能够为您所用吗 所以才给他安排借的毒 可现在有人偏偏想要给他喂毒 而道文是他指定的医生 他负责配药送药监督以及服药整个过程 以他的专业 我觉得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他是故意的 不会吧 他要是害金阳 这不等于反您吗 他不会这么不懂事 致死莫若妇 这小子狼子野心 早就蠢蠢欲动了 我整天看大门 眼皮都不干长 可我防得老外人 就防不了家贼 好 大花 你马上到屋里公司来一趟 上班 上班重要还是我重要 给我管过来 等等 这也说不通吗 如果说大于是这个张建龙 那张道文呢 这可是个医学博士 他怎么可能跟那种人同流合污 是有些奇怪呀 张道文 张建龙 张建龙 他们应该是父子 什么 当我得知张道文涉毒后 我就想法设法来套出他底细 结果呢 我呀 从小出身家庭都特别地简单 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 我跟我爸相依为命 我爸现在是个打杂的 看来这个张道文啊 还挺有诚服的 眼看我把性命亲自交给他 他不动身色 对我是续寒问暖 关怀辈止 最后 还把我变成了他的忘年交 老陆 等等啊 这一点上我不敢跟你沟通 你不能单纯因为这两句话 就认定这个张建龙和张道文 是父子的关系 你不知道 三十年前 我就认识张建龙这个人了 龙叔 龙叔 您找我有事 爸 爸 出什么事了 看把你给累的 吃颗补药 引进神吧 爸 这个我不需要了 我认为你很需要 这不是不要 这是帮病人脱颖的戒毒药 你当着我的面还敢撒谎 我捣动这玩意的时候 这世上还没你呢 我用鼻子就闻得出 这是什么东西 你小子一直在坏我的好事 家中金阳的毒瘾 等他干什么 他在帮你 更是在帮我 要不是他及时发现 金阳的不死即逢 你可毁了我整盘的体 你上门下阳奉阴危 出犯了下阳哪里挑 好 不得误你犯伤 卫元给我教训他 爸 龙叔 道文毕竟是出犯 出犯 回回都是出犯 卫元 你拢了 爸 Tie 小东家 不会打你脸的 还是山山苦涩进场 行了吧 你好像 还没认错吧 我错了 我错就错在 不相信金阳这么金阳 益传 金阳的不是金阳 而是他父亲 你知道他父亲是谁 陆安明 一个快死的老警察 那是亲子 你就是这个啊 他最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他就为什么 算就是这个 他就是他 你这人 我一定会 也好 身体 不 他在那儿 那么 都不 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确实有过那段经历 但没像他们说的那么传奇 却比传说中更加惨厉 那段记忆在我记忆里 不是一枚寻找 而是一块生疤 被我封存了整整三十年 老陆 我也不是别人 我是你儿子 而且我们眼下正在执行一个任务 我是要知道你的过去 我会告诉你的 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 每个人都好好听着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和陆安明不能不说的故事 听完了你们就会明白 你们究竟因何而来 以后会因何而去 故事 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三十年前 毒品在许江泛滥 那时候我刚刚成为一名基督警察 去调查 有一伙贩毒团伙 在许江先锋作拉 团伙老大 诡计多端 心狠手辣 此人 正是张建龙 为了成就一番大事业 我开始在许江招兵买马 其中 就混进了这个陆安明 一个人要想获取我的信任 需要多长时间 我算过 最少六年 最长一辈子 你们知道陆安明 用了多长时间 新路的 初来乍到上大席啊 滚蛋 老五 是我让他坐这儿了 那是 那是老四的位置 老四不是马虚天蹄被逮了吗 以后他就是老四 他才来了八个月 就骑到我头上去了 我又不是买王八论年头 我只论贡献 论贡献 我跟您八年了 他才八个月我比不上他是吗 确实比不上 他这八个月干的都是 脏话累话恐慌 挨过刀中过枪 还被当做人质 差点死在金三角 你们当中谁能做得到 谁为难他就等于跟我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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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帝在上 今日我二人一劫金兰 同干共虎 同生共死 我问你们相同的问题 陆安明 这八个月所做的事 你们谁能做到 我能 只要您给机会 这机会啊 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接着讲 没过几个月 我刚把生意铺开 就被公安给冲击了 一夜之间 这一夜之间 什么都没了 就剩下几个小弟 跟我亡命天涯 其中 就有这个陆老四 这个老四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我跟张建龙 逃到了金三角 在境外 我无法将他生至于法 于是我就对他说 龙哥 于是在外寄刃篱下 还不如回国拼他一把 我在云南有一个落脚点 根深夜貌 只要好好经营 不出三年 肯定能东山再起 我在金三角 混得并不如意 再加上 对老四深信不疑 我就答应了他 您在许江受过冲击 您就没怀疑过吗 我怀疑过有内鬼 但我绝对没有怀疑他 直到跨越国境县的那一刻 我说 树林里已经设下了我们的埋伏 只要张建龙多走几步 就差池南飞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张建龙刚跨过国境县 就停住了 我至今都没弄清楚 这一刻 张建龙到底想了些什么 我究竟在哪里 露出了破绽 那一刻 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看到了戒碑 我究竟在哪里 突然想到 在境外公安拿我没辙 可一旦跨过戒碑 我就只能让人宰割了 我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 可在哪一刻 我感到恐惧 我后背发凉 然后我又想到一件 与恐怖有关的事 我们在许江被公安追击的那一次 老三重担了 就死在我眼前哪 站住 警察 快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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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在死 快 快 occupation 快 大叔 老叔 大叔 小叔 快 快 快 老风 老风 恐惧是人类的天性 老四他凭什么眼皮都不找他替我当子弹 是什么特殊的动机在支撑着他的内心 那一刻我也只是怀疑 我想试探一下 龙哥 怎么不走了 你个死条子 龙哥 这玩笑可开大了 不成 你就全当是个玩笑吧 我坚信 张建龙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确定我是内鬼 否则以他的个性早就手起刀落 绝不会给我留下任何生计 他在试探我 这一刻我心里是非常的恐惧 我恐惧的不是张建龙 而是担心树林里的那些战友们 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张建龙的狡诈 我去找他们的权处 我帮他们的权处 还是担心树林里的权处 也有什么事 我帮他们的权处 我帮他们的权处 快走 走 老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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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摆了一枪 每风应一天 我就又酸又痛 我对自己说 必须要好好活着 那个陆安明也不能死 永昭一世 我一定要让他生不容死 国进县成了张建龙的救命稻草 他再次逃到了境外 从此不知去向 那个女警察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你是我爹 她是我的搭档 根本瞒不住 但是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感觉从行动上而言 她那以前开的有点不适时宜 有点过早了 我不怪她 人都是感情动物 她仓促开枪 也是真情流露 无情未必争豪杰 莲子如何不丈夫 可对咱们来说 在特殊时刻 不但要无情 甚至要绝情 老陆 那个女警察 不只是你搭档吧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都说好了 等完成任务后 就结婚 可是后来结婚的对象 却是我骂她 她牺牲了就在那场战斗中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们都听清楚了 我明白了 全都因为陆安明 我们因她而来 以后我们也会因她而去 龙叔 既然您这么恨她 从境外找个杀手 把她咔嚓不就完了吗 真野蛮 你们不知道 陆安明早就病入膏肓了 她还能活多长时间啊 我和老天各管一半 关键是看您想让她活多久 杀人不如诛心 还是珊珊懂我呀 我想诛她的心 她陆安明不是基督警察吗 我就偏偏让她的儿子染上毒瘾 死于毒品 到那时 她不但晚年丧子 而且还丧得毫无尊严 成为笑话 不过 不了 这金阳活得挺皮实的 而陆安明舊子心切 知法犯法 最后都挽劫不保了 不过她作恶的证据 就握在我的手心里 歪打正着 我推开了另一扇门 那陆安明过去是我的假小弟真卧底 今天我就把她变成我的真小弟 让她给我当卧底 直到她厌弃的那一天 金阳 我也绝不放过 我要她替父赎罪 为我卖命 原来害死我弟弟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张建龙 她无非是想折磨我 想让我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她确实做到了 我真想杀了她 也许在这种时刻 也要冷静 我保持不了冷静了 我也沉不住气了 大鱼小虾都浮出水面了 该说啊 你把张建龙想得太简单了 卫视达五六公司规模不小吧 她都敢把她当成贩毒的窝点 你想想看她胆子有多大 十有八九 她已经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贩毒网络 我们只抓张建龙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要打就彻底打掉她这张贩毒网 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了 老陆 正好我劝你一句啊 张道文给你治病 相当于在你头上悬了一把刀 你必须得马上换个医生 这把刀一时半回不会落下来 因为张建龙 不会让我轻易这么死的 他把我视为医生的境地 要是没我了 他会感到很无趣 很寂寞 甚至会很失落 要是没有了他 我也会很失落的 我绝不会放过他 你们各自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任务 大娃儿 你要继续当好陆安明的 忘年之交和他的主治医生 尽你所能治好他的病 我活着 他就不能死 我明白了 威儿 金阳戒毒的事可就交给你去抓了啊 要尽快把他的毒瘾戒掉 明白 珊珊 你可是答应过我 今天你是金阳的女朋友 日后 你要变成他的妻子 你放心 你所付出的一切 我会加倍回报 龙叔 为您办事 我不求回报 好 大娃儿啊 先回家去等着我 好 服务员 来了 你好 小文你想点点什么 不点了 我过来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我已经戒毒成功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新的工作 你能不能放过我 你不用紧张 我就是想来了解一下金阳的过去 我不想提他 我知道你很爱他 你都为了他差点跳楼了 他现在正在戒毒 如果我们不帮他彻底摆脱毒瘾 他完全有复兮的可能 我在这里希望你能够以真爱的名义帮帮他 好吗 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不起 好吧 好吧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特别懂爱和被辜负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 夏警官 是齐珊珊 齐珊珊 靳阳现在的女朋友是齐珊珊 是她引诱靳阳吸毒的 来来来 别喝茶了 来 喝点酒 咱庆祝一下 有什么好庆祝的 刚才龙叔让我教训张稻文 至少说明两点 一 她对儿子已经彻底失望了 二 到目前为止 她最信任的人那还是我 以前提供给金阳的毒品 是龙叔亲自交给我的 突然想起这事 那种毒品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的 而且我悄悄找人验过 张稻文给金阳服用的毒品 和龙叔给的毒品 成分是一样的 说明出自同一人之手 你是说 这种货 都是张稻文自己研究出来的 当初康复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 龙叔就嘱咐过 要保留一个真空地带 还不准安装摄像头 这个我知道 张稻文的实验室 是 不会是个毒品实验室吧 这个老关子 他把毒品实验室安在我的康复中心里 这不出了事挨枪子的就是我吗 才明白 所以从一开始 他们就计算好了 让我们两个做提斯柜 喂 雷子 帮我一个忙不许拒绝 我保证跟老陆没有任何关系 我方氏 帮我查一个女人叫齐珊珊 什么 老陆让你把那儿查过 那帮我再查一遍 尤其要查清楚她的社会关系 刚才卫元对你下手不轻啊 还疼吗 疼你得忍着呀 疼吗 打在你身上 疼在我心里啊 我让卫元教训你啊 是想让你长点记性 别再坏我大事 最重要的 我那是刘备摔孩子 收买人心 一抹孤单的窗帘 等待风儿荡起秋千 冷风轻覆我的脸 倾听我内心的世界 人生起伏的情节 有如大自然在转变 无法预测的风雪 无法预测的风雪 如于挫折时的激烈 在我遇到暴风雨 期待着温柔的声音 除了安慰 除了安慰与孤立 我需要的还有倾听 抹开内心的顾虑 我需要无限的勇气 谁能懂得我进去 感受我内心的门迹 爱我的人别担心 原谅我偶尔发脾气 时间万物皆有益 我会努力做好自己 爱我的人情相亲 其实我都懂得珍惜 只希望你的鼓励 带给我适当的温馨 晴朗天空的白云 需要阳光照射放映 黄风暴雨的降临 需要散来这风荡雨 灿烂人生的经历 需要真心体会心情 爱我的人别介意 我需要是将心比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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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